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籌碼洞足先机 洞能掌握之先 大家好 我是谢忠林 欢迎收看今天5月25号 籌碼洞能大户肉盘的盘后节版视频 好我们先看盘 大盘今天中场上涨257点 锐息涨4.22点 这个盘我相信在今天为止 大家应该看的蛮清楚 就是它变强了 而且资金是回流电子 我们最近的防疫 我们公司最近有在做分流上班 当然分流我家里的电脑状况 电脑状况没有那么好 录的状况没有像工作这样 所以有时候就是以照顾我们的学员为原则 但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结婚的时候 我们上礼拜见面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天 这一天就是大摩砍价台积电电话客 等死了把半导体股 反正就是半导体多烂又多烂 记不记得那天我们讲什么 这个地方砍到 对吗好像不太对吧 如果说你从过去来看的话 是不是台积电 这台积电历年的营收 台积电历年营收都是五月最低嘛 再来就往上走了嘛 所以如果说今年跟明年 跟过去一样的话 今年如果跟去年之前装都一样的话 你这个五月份应该是要买对不对 没错吧 你五月份应该是要买股票来对 结果他就跟你说赶快卖 你感到这个网路上都有节目重播 不是说什么今天涨小的跟你说 你看这个我们要什么资金回头电子股 他说不是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什么东西 也就是就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资金这部分开始流到电子 因为电子的相反点基本上就忘记嘛 那开始已经忘记的话 这也是我们那天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那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这个股票 对不对 就这样子嘛 如果你要找你也找得到 那是什么到今天为止光照嘛 但我们有做个短线啊 我们在跟大家讲完的 就是我们跟大家示范光照 其实我们中间有稍微做一较短线 不过呢不过今天那部分 还去我涨停了呢 为什么他这礼拜要订CB啦 这礼拜要订CB 那订CB的话订完 我问你啦 CB要订完他订完是要干嘛 他是要拍卖的 金家拍卖嘛 你如果说这个礼拜CB订完 你金家拍卖 你没拉个十几二十趟谁要去买啊 他没错吧 虽然所以他在涨什么 同宝当然是涨半导体的部分嘛 第一季1.64嘛 今天赚8块嘛 今天赚8块的话 以我那一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价位 才七十几块 北米不到10倍 对啊今天涨起啊 同宝今天涨起来 问你是他在涨什么 后面准备要涨CB定价 后面的那个溢价的部分嘛 所以就是这个同宝 同宝就光照啊 就算你不看我的 你看东森的 我东森上礼拜四是不是也讲照照可以买 那不是 你要去看一下 我现在我们的小便都有放在那个节目上嘛 就上礼拜四在讲那个半导体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就照照嘛 光照嘛 然后呢玉太 同宝 我不只在这边讲玉太 阿格林那边我也讲玉太 伊神那边我也讲玉太 没错吧 就相对大盘强嘛 同宝其实旧金的部分 你要选股 你要选相对大盘强的啦 大盘现在就两个 两个部分啦 一个你要选站上月线的啦 一个呢 一个你要选收复5月12号黑K的吧 只要股票没有 符合这两个都是弱势股 弱势股你都要干嘛 你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啦 同宝你没听说我再讲一遍啦 一个是站上月线 一个是收复5月12号的黑K棒 因为那天是巴拉亮嘛 盘中最多跌的1417点嘛 对不对 1417点那一根大量 你要把它收掉 大盘今天已经收掉了 但是月线还没站上 所以你要比大盘强的话 是你5月12号那根K棒要收掉 甚至你要站上月线 也就是你从这部分来看嘛 当然 我现在我们讲这玉太 同宝那时候讲了多少钱啊 那时候还在刚刚突破而已呢 刚才不是 就越来越来越起来嘛 大物储比 同宝这就不用多说了嘛 一样嘛 上礼拜二我在东森就讲这一个嘛 那今天多少了 同宝今天3972 快400了 我们的贯特还有部位啦 丢着没有理他啦 你就睡着就对了啦 也没错吧 我知道大盘不好震荡你会怕嘛 先调节一遍 先调节一半 另外一半你丢着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现在变这样了盘也好就上来了 这是我在跟大家说的 有时候你眼光看长一点啦 你看长的就可以了啦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要稳的 9元 我也讲过吧 不要说老师都没讲 我不是说这殖利率 80以下就5%多了嘛 对他去年不是赚4块 去年配4块的话 80以下就5%多嘛 5%多我就喜欢买这种 买的发呆就对啦 好不好 发呆归发呆 发呆我现在在那边赚钱的 干嘛 我那时候跟大家提的时候多少 71块多 72 71 72 对现在今天收777 最高79多了 也就说什么 这种有值的股票 说真的他今年搞不好 可以赚10块 第一季赚1.99 4月份出来我听说啦 反正他们说4月份 那个月好像5亿多嘛 那个单月字节是1块2 你第二季基本上会3块 你上半就5块 下半年青菜拉一下就10块了 10块 白一比7倍 白一比7倍 直律5%这股票就发呆 发呆在等赚钱 后面我问你啦 请问你发呆开始赚钱没有 发呆不是开始赚钱了吗 就开始赚钱了嘛 开始赚钱 昨天好像那个新竹那边买很多 对不对 新竹那边有买嘛 这个这个这个啦 这个新竹那边买很多啦 对啊这个我昨天有跟大家提啦 我们在索马里面我有讲啦 我说你看到新竹那个 有点小麦 你不要以为那个是 是宝哥卖的啦 他亲戚都在那边 有时候盘震荡 他亲戚兵的害怕啦 就出了啦 所以呢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到底是谁卖的 所以今天最高79多 那没什么问题啊 那倒不是 对啊 所以就恭喜你嘛 对 然后后面今天记忆体转强嘛 通常记忆体有转机的就是这一支啊 有转机的就是这一支啊 他竟然可以赚2块啊 那一年公司才赚1块啊 赚1块的时候 股价他弄到19.45 因为转机股嘛 今年要赚2块 你觉得会在这个价位 那有可能 所以呢 所以就是 同朋友 一样啦 你会发觉啊 这几天震荡贵荡 他每天都在涨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 一路往上推啦 谁还弄啊 后面会好啦 第二季 第二季开始基本上 记忆体这边开始转强 甚至第三季的部分有什么 你NB的部分 NB的部分本来需求就一直在嘛 然后呢 第三季开始有什么 第三季开始 不是有那个伺服器吗 有伺服器还有什么 还有手机嘛 也就是手机跟伺服器 这个地方会加大机体的需求 还有什么 还有奇亚币 啊奇亚币 朋友 你记忆体最大是谁 你知道吗 记忆体最大 最大不就是金士顿 金士顿 全台湾的股票 1200多只 金士顿有打单的 也就他而已 没钱啦 还是他而已啦 看一块的时候 就扭了十九块 四五了啦 对 那是两年前的事啊 今年要赚两块 两块股价会不到十九块多 都不太相信 所以呢 所以像这种就是 你可以多留的股票啊 就是什么 就像这个一样啦 你知道 知道他的值在哪边哦 说真的这个本益比 可以赚两块 本益比不到十倍 对 下半年比三半年好 明年比今年好的公司 啊这个不是成长股吗 所以呢 所以可以多留意啦 当然你要保守一点的话 伯泰金啦 也没死的啦 倒打土啦 好不好 投信外资 对 大物出股比都在往上升 好不好 这种股票你也可以留意啊 好不好 所以投票我们做个结论啊 其实我一直在跟他提 就是操作的方法 好不好 操作方法啊 有操作方法就有观念 就我下一支啊 我现在早上我有跟大家说什么 你不要再玩航海王了啦 不要 你去看一下长荣 投信多久没买了 大物出股比例 你没有发觉吗 已经少了33万张了 真的那么好的话 那么大户不要 他也就好这两年而已啊 今年可能赚三几块 明年二十几块嘛 再来 再来谁知道怎么样啊 就是一年比一年差的公司啊 景气循环股啦 景气循环股有时候 你要建好就收啦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投票还是一样啊 操作方法啦 有操作方法就有观念 就有下一次好不好 当然心法还是什么 跟着搭我走财富一定有 我朋友问你 小爱同学长了没有 小爱同学你买的吗 小爱啊 爱普啦 敢你买的 那是小白买的吗 散户买的吗 不是啦 大主力买的嘛 大主力 喷两三根 你觉得那个是散户弄的 还是大主力回来了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啦 好不好 喜欢分析的话可以点个订阅 按下小铃铛 我们节目给你喜欢 第一时间推播东西你 我今天会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足先机动能掌握起先 祝大家明天超顺利 明天见 拜拜